记者王涵平台南报道,连续13年相应饥饿30活动,敏慧一专300名师生今日体验饥饿12小时,敏慧有爱,饥饿不在。 呼吁共同关怀非洲南荒问题,帮助饥饿儿童度过困境,体验饥饿的学子在小卡片写上祝福饥荒的儿童能够吃饱,身体健康。 祝福远方的儿童能够健康长大,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珍惜食物。 与校长叶志成一起将写满祝福话语的小卡挂至乾枯树枝上,让乾枯的树枝满在祝福,仿佛重生一样。 叶志成表示,希望大家的祝福能够带给非洲粮荒居民力量,就像这棵树一样,不在前枯,充满盼望。 学生辅导中心志工团长蔡子卿第一次体验饥饿,活动筹备期间付出许多时间与心力。 他说,并没有感觉到饥饿,反而觉得很幸福,因为我们可以喝水、牛奶、豆浆补充水分,但非洲居民面对饥荒却什么都没有,很可能连对未来的希望都没有。 台湾世界展望汇南区办事处主任林慧君表示,当饥饿,营养不良发生时,身体就不容易抵抗疾病,严重时会导致死亡。 希望透过饥饿三食能够汇集更多民众的爱心,阻止令人心碎的事件发生,捐款支持人到救援工作。 报名饥饿勇士大会师,第二十九届饥饿三食代言人维里安、刘以豪邀请一同响应。 7月14、15日在林口综合体育馆、高雄巨蛋体育馆同步举办饥饿勇士大会师。